原标题 菲律宾财长不存在中国债务陷阱 非从日本界的参考消息 网4日3日报道非媒称 菲律宾财政部长多明格斯近日表示 菲律宾不存在被中国债务淹没的危险 据菲律宾每日询问报4月1日报道 独特尔特政策提出的总值约8万亿比锁 1.02万亿人民币的大建特建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引发了人们对该国陷入债务陷阱 从而阵害经济和主权的担忧 对此多明格斯3月31日在公开会议上 发表讲话时向公众保证 贷款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 让其他债权全国在菲律宾出现债务违约时 获取该国资产 他说按照菲律宾宪法和法律 任何项目都不允许因无法支付项目费用 而使该国资产为欠债或接管 因为这有损菲律宾主权 他还说我们感谢有人警告我们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 但我们当然知道如何避免 多明格斯说 菲律宾过去处理债务问题的经验 使决策者在执行政府债务战略时更加谨慎 这位财长表示 大建特建计划里所有的基础计施项目 在获得融资之前 都会经过严格的审查体系 并获得内阁和总统的最终批准 且政府只会给经济上克星 有利于人民的项目融资 他指出 截至2018年底 菲律宾从中国获得的项目贷款总额 仅占非总债务的0.6% 而相比之下 菲律宾从日本获得的项目贷款 占非总债务的9% 到2022年 把建特建项目的大部分融资到位后 非从中国获得的贷款额 也仅占非债务的4.5%左右 而去把贷款将是中国的两倍 占非总债务的9.5% 杜明格斯在演讲结束后对记者说 菲律宾从任何国家获得贷款 或债券都没有抵押凭 他说 所有的贷款条件都在网站上 人人都能读懂 让我向你们保证 菲律宾不会陷入任何国家的债务陷阱 菲律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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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